Hello,大家好,这里是麦子学院,我是蒋师老卢 我们这一节课程讲的是第三章的第二节课程 我们看一下这一节课程中我们会讲到的是什么着陆页的挑出力够高 这种问题我们怎么去检查 或者说怎么去排除和使它的一个隐患 第一,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些原因和办法 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那么解决的办法我们就来实际的去演示 我们先说原因 先说原因 关键词与创意的匹配度 关键词与创意的匹配度 这个的话我们可以来百度推广后台里面看到有很多的企业 通过这一块去查看它的相关匹配度 点开推广管理 在推广管理里面我们点开我们任意的一个推广单元 点开推广单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关键词 对不对 点开这个是计划 然后点开这个是推广单元 单元这个是关键词 我们可以大概的预览一下 它的一些关键词的话是有关入门的对不对 那么这个是采访入门采访入门视频才被入门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点开创意 这里面是不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采访入门这个教程来说的 啊 视频大学没有入门 相关性的话只能说还算可以 但是不够好 不够好 那么采访入门到精通 仅需多少多少天 对不对 像这种的话哎 有一些新手他就可以知道哎 我是学习入门的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创意的时候我去搜索这关键词的时候哎 比较不错 那么点开页面也是有关入门到精通这些页面 这些文字 都比较很灵活的去体现在你的页面端 这种的话就是创意与关键词的相关性 啊 那么有一些是我们可以来百度里面去找一下啊 S1M 培训教程 然后在这一块你看一下 S1 还差一个 S1M培训教程 昆明新华 AC培训学校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什么什么 手开什么 然后还有什么 实在确信教学 告别教学书 这个的话 这些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都没有去跟的话 还是那些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第二条 第二条的话是说创意与我们的着陆业的相关性 创意与着陆业的相关性 创意与着陆业的相关性 怎么去解查呢 我们首先要解查的是什么 创意 这个是创意对吧 这个是创意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网址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着陆业 你把这一块 转到 看一下它的相关性是一个什么样的 这个网站的话现在已经打不开了 像这种就是不相关 对吧 如果你的广告上线 那么像这种就是浪费钱的 还有我们可以在百度里面去找实际的案例 在这个位置去输入什么火锅 加盟 多少钱 我们去搜索火锅加盟多少钱的时候 我们想看的是什么 预算 大概要投入多少钱 万元开店 我们点开看一下 没有多少钱 它只是都是在展示自己的产品好 看到了吗 都是在展示自己的产品好 没有投多少钱 我想咨询 我想看的是 你的一个价格报表 对吧 投资预算 我看一下这一家有没有 我们看了什么 我们只看了标题 对吧 上市企业多少加盟多少钱 零月投资 日赚万元 我看一下怎么去提些的 还是在说自己的好 看到了吗 很多的企业啊 尤其是一些做一些单业 做一些单业的那种 没有 这些都没有 我们再来点开一家 我们下一点的 2016年联合品牌 联锁品牌 我们看一下这一家 我去搜索的关键值是什么 是 加盟多少钱 在上一节课程我们讲过 如果用户去搜索一些疑问词 那么像这种情况下 我们展示的是一个列表验 但是这些很多很多的传统企业 都是展示的是首页 或者是压根就没有其他的页面 就一个单页 就一个单页的话 我们叫产品页 那一类的话 尽量去搜索一些产品值 对吧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UOL是否正确 是否正确 那么怎么去检查它是否正确呢 怎么去检查它是否正确 你看一下这个网址 首先保证这个网址 你标记的这一块 是要能打开的 叫HTTP状态码 HTTP状态码查询 你看 这一块 相简 如果你对状态码查询的时候 它不是很清楚 你可以看一下 出现100 出现200 一般有很多的企业是什么 出现503的偏多 503是什么呢 临时服务器维护 什么加载请求什么 503状态 还有一个是502 502 那么在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会介绍到一个工具 配合下一节课程的一个内容的讲解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UOL是否正确并准确 对吧 解采这个网址就是 这一块是着陆页 这是显示网址 点开这一块 这才是它的着陆页 要解采的是这一块的网址 你不要说使用XL的时候 后面有一些标记是12 然后一往下拉 默认防御网址就变成13 14 我们可以演示一下 在XL里面 在桌面上有一些同学是使用XL来去标记他的 标记的时候 他没有注意检查 经常出现错误 经常出现错误 我们把这个打开 在这个位置我们标记一个桌 标记一个网址 然后 网址 然后再往下拉 http 然后两个斜杠 W点 这是他已经标记的一个问号 然后还有一个斜杠 然后是 关键词 或者单元 单元1 再拉一个斜杠 还有什么呢 关键词1 或者是他直接标记的是1 OK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去掉 取消列阶 我们把这一块拉大 往下一拉 看到了吗 如果你没注意哈 这一块又特别小啊 后面的话又还有网址 Http Http W点 像这一类的经常出现错误啊 往下一拉 是不是把原来的那个网址的话 我们标记的那个网址已经被覆盖了对吧 像这一类你是不是看不到前面的标记到底是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错误 前面的网址的话恰好又是你需要复制到你的推广里面的网址 像这一类的就经常出现错误 这对网址的很多人使用的是什么 使用这个推广客户端 我不仅是讲错误了 我讲你们经常犯的一些错误 然后我们把这一块登录 在搜索推广里面 搜索推广有一个创意的批量工具 然后点开搜索推广 在创意里面有一个创意的批量更新 我们在粘贴的时候 那个网址在这一列 这一列你是不是没注意对不对 然后你就直接点击上传了 你就直接点击上传了 那么像这种你这一列这一列的话你还是看不到你没有注意 但是你上传的时候出现错误了 所以就导致第三个问题的出现 一二一没有没有正确 还有一个是第四个 竞争对手是不是搞出销活动 怎么去检查他是不是搞出销活动 这个的话没有一些网址来去监控 那么可以通过这样 直接监控你的竞争对手 没错 在百度工具中心 百度工具中心在那里呢 这一块有个工具 这个工具的话是什么 是这些不是自己想要的 我们点开这个位置看一下能不能找到 然后有一个 点开全部工具 或者是有一个叫竞争分析 竞争分析竞争的环境 那么竞品词竞品的监控 你可以增加这一块 还有一个是什么账户的洞察 竞争环境的分析 你可以把它增加 增加的话 从哪里去打开呢 从这一块有一个API 然后点击进入第一个商业服务市场 不是 我看一下 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open 2 open2.百度.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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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一块 看到有一个工具中心的吧 通过这个位置 然后在这一块是什么 对手 找到一些竞争对手的分析 如果你看竞争对手分析 看到了吗 点击立即使用 这个数据的话 也只能说是给你一个参考 而不是这一块 不是课程的 应该是找工具的 有一个竞争环境 你看有个竞争环境 它这个的话只是说是竞争环境的一个分析 它不是 那么需要查看的话还是需要手工的去监控 还有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走路要打开的速度是不是过慢 有很多的企业 当我们打开 在百度里面去找到这些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这块呢做的比较好一点 我看一下 纸杯 因为这个是特别传统 我认识的一个特别传统的一个行业 我们点开看一下 这个相关性不仅不好 我看到有很多 点开搜索是纸杯 结果打开不是纸杯 你看 这个页面啊 再来看一下 一次性纸杯 这个都还好 都是纸杯 津贴做的都比较不错 大部分都是纸杯 你看像这种 看到吗 500的错误 是不是在浪费钱 对不对 我们再来看一下 OK纸杯 我搜索的是纸杯 像这种 不仅不相关 这种 现在都还好 打开速度的话还算可以 我看到有些速度是直接打不开 有些网站是直接打不开 还有什么 我们再来看一下 观察此行业的整体的跳出率 那么这跳出率的话 有一些不知道在哪里看 在这个位置 百度统计 点开我们的百度统计 在我们的后台里面可以看到我们跳出率 还有在报告里面我们看一下有没有跳出率呢 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 点开推广报告 点开什么呢 点开整体的数据 这一块是昨天的数据 自定一百块 消费 有没有呢 没有跳出率 没有跳出率 那么再来看一下 关键词报告 那关键词报告这一块点开 还是没有啊 那么看一下在这里面点开搜索推广 然后再往下点开自定义 可以看到跳出率了吧 找一下 这一块就是跳出率 我们一点跳出率 那么跳出率的话 就出现在这一块了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自己的跳出率 有时候通过自己的跳出率的话 可以去判断 有一些行业 整体的行业的 带跳出率的话 也会发生变化的 要么就是说你的账户问题 要么就是你关键词问题 要么就是 页面问题 左路页问题 那么这一节课程 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们的PPT尽量解单 尽量的解单 好 那么感谢学习 两次课程到此结束 下一节课程中 我们继续讲解 拜拜